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夜空一片璀璨 这是一头金色的天篷 如黄金胶筑 绚烂夺目 斩动双翅 横斩而下 其威势涉人心魄 让人悚然 赤龙道人望天 古舅道袍烈烈作响 谋如深潭 他一声轻耻天摇地动 这方世界似是要倒转过来 红的一声 俯冲而来的金色天篷四分五力 崩碎于虚空节 所有人都亥然 赤龙老道真可谓是绝世妖魔 强大的让人心惊 一声清河 就有如此神威 顶着一声 琴音如闷鼓 一根琴弦被拨动 天际又出来一条蒸笼 赤红如血 长达数百丈 像是一座山岭 横空而至 这显然是在辱赤龙老道 与他名字泛计 琴音化成血龙 等若再让他杀几身 赤龙老道一声冷横 探出一只大手 一把摸灭血色的大龙 而后 他的手如山脉绵延 抓向天际 许多修士毛骨悚然 赤龙道人寂静呼道 是大天帝如掌中锦合 随手抓取 拂远不至 蒸蒸蒸的 杀气冲销 琴音崩云 真龙 天鹏麒麟 神皇 各种传说中的仙灵 如一尊尊神明一样 真实的化形而出 扑杀而来 可是 哄的一声 在赤龙道人的大手下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鸡粉 根本不能阻拦他分毫 狐狐的一声 赤龙道人的大手伸到天际 将那抚琴的身影一把钻住 而后抹杀于虚无间 让其成为了飞灰 云神傀儡 并非真神 诸多老辈人物心惊 这肯定是绝顶强者发动的事态性攻击 整个夜晚不会宁静 肯定还会有后手 化龙池中 叶凡闭眸不动 外界所发生之事难扰心绪 他古静无波 似与他无关一样 如一尊神像盘坐 从萤获古星带来的菩提子 流动道运 被他卧在左手心中 勾动天地大道 集结化龙池的精气 洗地他的肉身 冲销的神盲将他环绕 他的每一寸肌肤 都有灵气流动 这可不是一般的精华 是属于神源的精髓 他浑身的毛孔 都舒张了开来 神源化成的光滑不断地进出 他的脏腑与骨骼 都被染上了一层炫目的光彩 五大神脏都已修成 无需长时间闭关 逾越成龙的蜕变 能否攻城就在今夜揭晓 一步迈过 海阔天空 就此被阻 深渊万丈 刷的一声 一株青莲出现 相伴叶凡身盘 仅生三叶 运游大道真意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三叶清摇 混沌雾气迷蒙 将叶凡遮拢 与此同时 沦海中 玄法自动运转 如江河归海 如万物复苏 所有人都吃惊 连诸圣主都动容 体内生清廉 这绝对是圣体 未来异象的一部分 恐怕将有 海人的战力 同一时间 叶凡的五大神葬 齐鸣 传出大道天衣 翔彻天上地下 如黄中大驴 在震动 人们不能明晓其意 仅能感觉到一股 浩大的神音 在回荡 如木骨尘中 震笼发聩 让人惊醒 与明物 他 掌握有古经 诸多强者吃惊 从来不知道 叶凡的修行之法 如今得惜 他 必参悟有 无上古经 不然 根本不会有 妙音响起 可是 即便学有 古经心法 也没有几人 可以如此 做官时 会有天地 轮音响起 极其罕见 但有这种异象者 若无意外 都会成为 无上高手 所有人都变色了 尤其是年轻一代 这将是他们 未来的大敌 东皇各大圣主 中州四大不朽皇朝 以及诸子百教的人 也都动容 他们明晓 叶凡纵然不为圣体 若是可成长起来 也绝对是一个 教主机人物 哄的一声 杀意如海 瞬息而止 成千上万道剑芒 刺破天地 出现在画龙池前 又有不是高手 展开绝杀 这一次杀起连天 四面八方都有人出手 神城都在抖动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孔雀王一声大喝 张嘴吐出一面宝印 混沌雾气弥满 他横扫八方 一方黑色的大翼 打穿了天地 啪叉啪叉的 四面八方 不断有兵器化成鸡粉 杀起 皆被逼腿 混沌宝印 得自古之大帝的寝宫 是天下少有的宝物 除去挤到兵器外 少有利刃 能够将它抛开 称得上一宗神物 孔雀王强势出手 将所有傀儡人都碾碎了 震慑住了不少人 可是 就在这时 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怖气息弥漫而出 折龙整片天地 让人心胆解寒 大帝杀阵 赤龙道人吃惊 风足的四个老人也变色了 漠不声寒 感觉大事不妙 有人竟在此刻 记出了大帝阵文 且还是可怕的 沙发神文 摆明要行绝灭之事 古之大帝留下的阵文极少 没有几人能够悟透 嘴多 只能步出一脚 但也绝对惊世骇俗 杀伤力之大 难以想象 为了扼杀圣体 连大帝杀阵都出现了 实在让人心惊肉跳 可想而知 暗中的人 有多么大的决心 唰的一声 天空中人影一闪 绝代神王出现 白衣裂裂 他祭出离火神炉 镇压四方 瓦解 古之大帝的阵文 轰的一声 绝世杀气冲出 抗衡离火神炉 杀阵 威力无穷 这是 所有人都震惊 来人对道文的理解 太恐怖了 将古之大帝的阵文 到底步出了几成 绝对超级恐怖 不止一脚那么简单 这种精士杀气 可与神王抗衡 阻住了他的去路 有人对大成的圣体 激度忌惮 不愿他成长起来 对此 叶凡依然平静 不为所动 闭眸冲观 他将一枚赤红的叶片 贴在了眉心 流转 大道神域 许多修士惊呼 哎呀 那是悟到古茶树的叶子 精英的叶片上 一道身影 高坐九重天 云雾缭绕 俯视苍生 诸多道文密布 神秘无比 刷得一声光芒一闪 叶凡盘左虚空中 与叶片的身影 几乎一模一样 混沌雾气迷蒙 他像是在 俯视云云众生 此刻 他宝相庄严 如一尊永恒的先王 让人忍不住 向顶里摸摆下去 他再次粘液 又一枚误导茶叶片出现 他贴在天灵杆上 这枚杨枝白玉一样的叶片上 阴阳图闪烁 这是大道的有形之体 浮现而出 在其头顶上方旋转 叶凡一下子飘渺了 同时更加的神圣不可侵犯 似是与世同存 万古不朽